财经揭露,喂,大家好啊,这部片播出 是5月17号,大家好,那当然就说美股了 是,你说吧 看Yahoo Finance,今天有什么要说 在这 是,他又说的就是股市跌,因为中国的数据不理想 大家不要太认真了,我觉得 今天所见到的波幅,其实 真正的意义都未必在所谓的中国的数据 是disappoint这件事,我们看看 这个S&P500就微跌,我capital的时候就微跌了 我现在看手机就微跌了,转了就好 但是什么都好,今天未必会有跌得很厉害 未必的 没有一个主要的趋势,其实 油价就升2% 其实全场最厉害的都是油价的 金价都未跌,但有一点特别的下面 比特币就跌了5% 比特币就跌了5% 比特币是 又跌穿3万了 是的,没错 整体上,美元强劲 跟着压低其他资产,这条线路 到今天为止都是在走那条路 只不过有些资产压得很厉害,它休息 反弹,做反弹 有些可以按的就继续按 例如这个Gitcoin,今天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的,现在是说美股 那我们看看美股 美股的资产,麻烦你,何智光 是,在这 是 上面有第一行,照旧 就是全部美股票指数 跟之前说的一样,全部穿了 还要颈线 也是在做一年的低位 12个月的低位 颈线我画了黄色 一年的低位我就找个四方夸夸夸 暂时未有明显反弹 道指也是,S&P500也是 那三张图就很像样子 很像样子,暂时未有反弹 52周低位 那我现在过去第二行第一张 ARKK 这一张有点特别的,你看到呢 开始成交大 当然我们不认为ARKK里面的资产是有价值 这些全部都是,看我们认识的来说 都是比较易战啦,比较鬼怪啦 OK 比较Bkong啊,或者是Tesla 不可类啦 其他的所谓的跟长股啊 起码不適合我干治愈口味的 太重口味了,撑不住 那它由120元到40多元啦 只剩2-30%的资产 那 那 那 就 好,开始板蛋和大成交 所以沽空的就要小心啊 或者是short它 买那个叫SARKK的ETF 买跌的就要小心啊 这些 这些位置就是有人去盖蛋仓啊 开始啊 OK 那 那 跟着呢 就是十年期 债券 继续升 继续在上升轨那里 没有变 OK 少少回落啦 如果你看过图 是正常的 因为 因为 远柱的红线和蓝线走呢 那它都是一个上升趋势来的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 其实都方向一样的啦 那 那 美元指数继续急升 这几天就有少少休息 OK 104点多 那就停一停啦 微穿105 但是都方向没有变 是呀 那就是jump bond jump bond jump bond那些都是啦 其实 我觉得还差过股市 啊 jump bond差过股票 就是那些bond的东西 是继续向下插的 那下面 下面就是 太要公司债 公司债也是 继续向下插 没什么反弹的 都是 二十年期债 都是有少少反弹 好微啊 好微啊 所以仍然是 债是差过股票的 OK 好了 下面那张 啊 啊 这张就很重要了 今天重中之重啊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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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几年了 啊 ok 是啊 啊 啊 这个指数基本上呢 就是 数你那个 那里面呢 那一百只股票有多少呢 是跌穿 这个五十千线的 或者站在五十千线上面的 一个数据性的统计 那你看到呢 现在的数字很低的了 啊 啊 除非呢 不是表示市场不会跌 而是 而是再跌下去的 这个机会呢 是比较困难的了 其实 你看到的是 啊 2020年3月那次了 就跌到 即是跌了 可以啊 那如果现在去到二十多呢 那其实 已经 嗯 那美国的股票指数 股票指数呢 是有机会反弹的了 已经 啊 啊 啊 何之光你幻想一下 如果你买了一只 就是会跌的 ETF 就是买跌的 在跌的过程里面 赚钱的 ok 那来到这里 应该怎么处理呢 你拼不拼下去呢 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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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 按我们理解的 就是牛熊症的思维 就放回去美股里了 那些淡油 实际上太顺利了 是啊 明了 一大户不会让你淡油那么顺利 我赚钱你就赔我赚钱 没理由的 哈哈 一定是打击你的 而且你看到这图 其实大部分时间可以去到二十多 就可以随时反弹的了 那么会不会再下去呢 再去下去就不是大问题 就是可能百分比较低一点 暂时 国际虽然听到芬兰要加入北约 好像很差那样 但事实起码要搞几个月才到最后关头 所以现在这样的局势 它是当没什么发生的 没什么发生 我没必要让你帮我赚钱 我就先反弹一下 因为市场上不是外面发生什么事 有时候我今晚看到财演 都在找原因为什么市场不跌 是不是0.75a都会不跌的呢 是不是市场已经习惯了呢 其实不是因为市场里面太多淡油 太多人沽空 你还有谁可以沽 每个人都沽了 那还怎么沽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 真正的大额 有机会是可以做事 除非明天 整个小型核弹去哪里 那些大户都要捱 等于911那几天 那你淡油多 刚刚发生911 你是不是都要跌了 是不是 今天不是刚刚发生911那一天 是的 这些这么大力的就没办法了 但是如果据正常的情况 应该要反弹的了 真的 真的不容易做 如果做下去不容易做 那有些朋友需要做对冲的 那我又觉得呢 如果是用应沽期权呢 就是以这个肯仔去摄大树的方法呢 那就是行都可以的 我不是不要那些肯仔咯 是的 到期哦 我就不要那些肯仔咯 那叫做所谓 为了我批 我自己持有的批货 那就叫做交了个保险咯 那就OK的 那但是如果 是用ETF那类 因为是很实质地 你不是找个肯仔扔一棵树的嘛 我又拿一棵树来 扔你那棵树的嘛 是不是 那所以会有损伤的 其实如果这样 那所以我自己个人来说 就对冲盘就尽量平的了 可能就算再跌下去也有它了 那可能是买一些小样的应沽期权咯 即不是牛熊正位的应沽期权 那来做对冲 就是我自己会这样做 嗯 好了 接着我们研究一下 支持美股那几个大科技股的走势 可以 六个而已 我们主要看 是的 五个而已 最主要最重要的 现在那一只就是Apple 因为Apple的市值最大 也是太多人拥有了 如果有人这个时间去打劫Apple的粉丝 那真的会急跌的 这个冰痕染着也都 如果淡油要拥有 就是超级淡油大饿 要拥有人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手法 因为这几个里面 Apple是跌得比较少的 刚刚在颈线140元那里 180元 不见了40元 不见了40元 不见了21% 是啊 那我看其他的那些 亚马逊 就52周低位 直接是奔出针来的 那针下去 但未见反弹 跌得都几急啊 好急啊 杀过正着 杀过正着 是啊 那这个Facebook Facebook打了下来 就叫做打底 但也不见了一半很多 Facebook 嗯 好 那跟着Google Google 都不见了三分之一 差不多 都急啊 但他还是未停止 他还是未停止 他还是未停止 不像Facebook 那样 可以在下面兜几兜 做底 都不行 所以都是几不一定的 可能跌得不到 那下面 Microsoft这些这么紧要 每天都在Microsoft 要做组织 对吗 要做Excel 那都340元高位 跌到250元 都跌了两三成 那都是未见到很明显的底 Tesla也是未跌够的 刚刚穿了Tesla 有potential的绝质 你看到 其实真的 如果看回这些大股 就不是太过理想的 因为跌下来的 就未打底 那有部分呢 就很重要的 例如Apple 那些跌够没有呢 问好 如果Apple要跌的 那多多都不够死了 那指数来说 就超级的 所以我们港股呢 能否现在能够站稳呢 就完全是看美股呢 如果美股能够在这个位置站稳 不要说升了 企稳呢 那港股呢 那些ATMXJ呢 就有机会了 那如果 在这个时候 美股淡有的时候 发烂要移动苹果 或者移动其他那些 大值的科技股下去呢 那虽然是超级的 那港股就要挨打了 港股今天真的升得少了 五十几年就升了 真的不算有方向 昨晚那些ATR 就没有反应 如果是这样 就游游行行的 是啊 那大家就要 持货者就要忍耐了 那希望能够反弹成功 那大家可以开餐了 OK 那美股这一节就讲到这里了 好吗 嗯 讲到这里了 OK 好 那就没有投资意见 那纯粹各行分享 OK 那下次见 拜拜